做的,所以都要注意,都要小心 可以说是奥运会的时候会常常见血 实力和这种状态上 但是因为那场比赛 我也是在通过我们腾尖体育的直播收看的 的确在巅峰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谭成东这次就是跟前一段不同的 这方面的话,他可能从这方面 最近这一段,从软实力 我们讲的巧实力方面 比质量巧胖不怕 但是胖着那种可能心思火一点的 前三百变化很多的 他比马龙还是差了一个级别 这场球能够看出他这方面有提升 这个相对要差一些 采访是刘国梁指导 他评价马龙和范振斗 之后的那个球论 他的落点也好,节奏也好 都掌控得非常好 而这个小胖呢 明处,所谓算就是在暗处 好球,哎呀,没有能够放下 这场比赛的得分分布 其实相识 基本上他们两个现在的争备 主要是在发接发前三百 是 就是也很难 因为梵振东前面的前三百的控制力 不明显 不好抓 相识的话呢 就是说 从心态上来讲 没有什么地方能打通 一种相识 或者说质量不高的话 他就很 上手 或者说到第一板的衔接 是抢先 这个抢先出质量 就起来那一把啊 对啊 是比较熟的 就这样你要 不是很大力量的 对 在这个位置 只能会在这个位置上 你要打其他位置的话 你的难度很大 再来好球 看这一分 没有能够打上 这样的话 陈启适宜 11比 在这个位置看到 很83比 还帮你 到底...... 走 加油 加油 还有 许兴这个 许兴的反手 他刚才他赢这一局也是 一夜啊 凡志冬领先 就是这种拨杀的这个命中率怎么样 他不这么拨杀他也没吸 唱手 许兴 十比三 凡志冬现在手握六个局点 凡志冬领先 咱们说新生力量 还是面对一些就是正在 往上走的这些年轻人 所以他还是 这儿松了 不是那么紧凑 因为许兴还没放啊 许兴并没有放弃这一局都会走行的 主要是新态 对 暂停之后 这个暂停的时候 其实他是想要在这个暂停之后 有所改变 然后继续追分 得一分了 是 所以你数据好的 他肯定是赢球的 你说的是这个 对对对 他揭发球的数据 他肯定还是差的 对对对 其实从整个数据来讲 就是说 是一定输的地方的 因为这个毕竟 我们并没有算失误啊 然后揭发球失误这些分数 对对 过来 对吧 对吧 所以他这个 他还是有心的 他是想 还是 喝血了 平时你这个要求严格了 是吧 这个 那到比赛 结果就 好了多 好 所以在上一周期 国梁就我记得在里约周期 国梁曾经说过一块 你到林抱拂角 那你 要去蒙去是很难的 是 再来 漂亮 好球 只要现用到这个相持多拍的回合 还是小胖会占上风 有准备 有准备 看看在今时候 许晶的状态怎么样 哦 漂亮 不太用的一些技术 偶尔 没准成为 那场就成为你 哎呦 怎么变了 是是是 反而可能不会了 有的时候可以尝试的 再来 相持之后 反正都还有 就真的是拼了 许晶他真是拼了 那就又换回来了 又换回来了 你关键太快啊 这个 这个球这没有过关 还没过关 对 自信 没有能够拉上来 这样的话6比11 许晶战绩 这样的话 如果他可以在今天 理论时间4点20 跟方博的比赛当 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两个人的数据 同时呢 也是非常感谢 感谢我们的黄队 还有银纸 感谢我们的观看